我的名字是Jeff 大家好 我是Willie Nathan 今天我就想用很短的影片来感谢你们 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 我最近拿到了100个订阅 其实这个对我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成绩 因为刚开始我做第一个channel的时候真的拿不到100个 然后你也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影片做得很烂的 然后我第一个channel就delete了 因为那时候是讲英文的 然后这次其实一开始也是讲英文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间会变去华语去的 所以之前我大多数的subscriber都是一些讲英文的 也蛮对不起他们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全职做华文的还是做英文的 但是在目前的话我可能会拒绝做华文的 然后我会想要做这个影片是因为刚好明天是圣诞节 然后我又得到了100个subscriber的时候 真的 然后你们也知道 其实最近youtube他就改了一些那种 叫什么啊 规则吗 是叫规则吗 就他会把一些很高的youtuber呢 他们会把他们推上去 然后一些稍微像我这样啦 那种在底下啊 不知道 那种在底下啦 在底下啦 我们就 会把他们的video全部都拉走 我也不想什么 我只是一个100个subscriber 然后 我也把这个youtube当成是一个subscriber 我以前会想要去讲英文的youtuber是因为 PewDiePie啊 因为以前都是看那种PewDiePie 呃 Ryan啊 smosh啊 那款的youtube啊 NPT3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哦 或是honeymoon月嘛 所以我就开始拍影片咯 然后刚开始拍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很难啊 真的很难 你第一个youtube 你第一个开的youtube 跟你第一个拍的video 或者 前100个啊 我不想说什么 前10个 video啊 都一定是那种 你不懂开场要怎么样的去讲 你不懂最后的时候要怎样去收场 你不懂要怎样去 分享出去 拿到views 你不懂什么是subscriber 你就只是单纯的放上去 然后看人家comment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 哦 youtube嘛 很多人看的嘛 那我就一放上去 一定会有一千个咯 至少一千个 然后你懂我花了一天的时间 我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我看 我去看我youtube的时候 他有一个views 然后那个view是我自己的views 然后那时候我就没有拍影片了 那时候很多人已经开始在准备的spm了 但是我没有准备 但是我没有准备 嘘 嘘 不是我没有准备 嘘 嘘 从fom4开始拍片嘛 所以我从fom4开始 我的成绩就真的是 一直跌着下 那时候又没有什么特别的 一些talent啊 我又没有 我又不会读书 我又没有做工的经验 所以 所以 出到来 我就真的只是 那种 会拍影片的 那种youtuber 会拍影片 会剪片 会photoshop啊 我就学到这几样了 在这两年内 所以 我就希望能够 因为马来西亚也是很多youtuber嘛 所以我也是想跟他们 像denis啦 denis讲他 OK 他想开一个gaming的channel 我也希望能够reach out去 然后跟他intash这样 跟他打打游戏这样 然后 你们必用啊 上镜那些啦 在这边我就 真的很感谢你们 支持不了我一年了 我发现我拍的youtube的频道 有没有用这个channel 已经用了一年 但是我都是很少去upload 所以现在只有30多个video 那 我真的是很感谢你们 这一年来的支持 我也知道 我的一些观众 都是从我学校来的 真的 然后现在我毕业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过 我可能还会继续坚持去拍 然后祝各位圣诞节快乐 我身体可能有点傻 会为我 喉咙痛 所以如果你们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就点个赞 想要继续支持我的话 就点个订阅 记得在底下comment 然后 最重要的 你们的share 我也希望 你们在今年能够过得 酥酥利利 明年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的影片 就到这里 结束了 好